得意變槍狂 他是沒有智慧的 所以別人覺得梁振英厲害 老實說我不覺得梁振英厲害 是完全沒有智慧的 他那些東西是撞回來的 到底梁振英手上還有沒有牌出呢 有些人說他有一個官商勾結大黑幕 還在手上的最後一張牌 他敢不敢拿出來 這個拿出來就命都沒有 我們休息回來再說 熱血政治翻天覆地 就是講這樣的測量行 即是他就說我講的測量行 就是這樣的地產代理 高級一點 即是你不要再講反地產霸權了 契弟 你根本就是賺地產錢 你說的所有政綱政見圍繞著防禍政策 全部不能成立 即是現在每個人都說他厲害 現在那個比較就是一個就是聖 但是奸 一個就是蠢 但是可能沒有做得那麼盡 但是在何處的角度裡面 你連厲害也不是 這個才是觸動到梁振英的神經 梁振英的口頭常說什麼呢 不知為什麼每次記者都聽不明白我說什麼 他經常都這樣說 這個顯示了兩件事 他個人覺得自己很厲害 其實他是政壇黎明 星期一至五 每朝七點半至十點 黃陽達早潮天下 香港人網早就這麼說 二環財務提供私人貸款 首案、異案、低息清卡數等服務 歡迎致電查詢 電話總機28927823 旺角分店2152-2238 排招號碼161-2011 九千萬美金重新打造 每年聖誕必看歌劇改編 柴口夫斯基不扭配樂 胡桃格子3D 聖誕唯一合家歡電影 今天,普天同開 蕭若元,萬必,更文知 陪你遊走古今時事 到盡文史哲理 風也少少,現在開始 有些網友說得很對 康熙立兵的儲君也是同一原理 所有出頭爭,儲君衛的全部都死了 雍正的爭法就是不爭 顯示他最沒有野心 他是兄弟最好的 我想梁振英要做民主之父才行 原來是民主派放在建制派的一隻棋 氣暗投明 其實你會看到 從星期日開始 就是剿滅梁振英大行動 去到星期四左右就完成了 你是會驚訝 在唐英年的造勢大會 會是多人到不得了 所有的選票 選委都去了給你看看 除了泛民那些 如果選委去了七百人 我問你們還選什麼呢 這次是登基大典 已經是登基大典 可以放龍椅出來 七百個選委出席 我問你們還選什麼呢 這次是這樣的 真是 問者傷心 見者流淚 我也替他很不值 老實說 最後就是少少少少的沉潛 其實去到港塘英年蠢 已經是過火位 你不尊重廖廢 你完全不尊重廖廢 大家都知道廖廢 是第三代坐在這個位置 不過他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一點 得以忘形吧 由他爺爺開始 廖仲海 是在舊金山出生的華僑 一路已經掌領華僑事務 然後在廣州被暗殺 剩下他媽媽何香瑩 他寡武 抽著廖成智 廖成智跟廣澳的關係 千絲萬縷 然後 全部僑辦 都是廖成智掌握的 然後 後來文革被人抖一抖 回來 又是廖成智掌握 香港的線頭 全部在廖成智走上 廖成智走了之後 就要用一下基鵬飛 然後就老平 兩個都做了七年 然後就到廖廢 廖廢 廖廢已經做了十三年 根深蒂固 在香港的勢力 他現在親自下來打電話 跟你討論一次 看你CY娘有幾本事 根本你根本不尊重他的意見 根本就是 CY進不了站 我們去遊行 你平時做民調支持CY那些人 很不尊重民意 那是不是CY叫我們去遊行支持 反對小倩子選舉 如果他是反對小倩子選舉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好啦 講講第二件事 OK 那就是第二個 topic 講陸鋒糧 好嗎 陸鋒 陸鋒終於叫做鎮壓 好大劑 清神入村 好大劑 好大劑 就是這樣 會搞到開戰 斷水斷糧斷電 斷電 真是人食人 看條片先 斷水斷糧 農村便孤城 廣東陸鋒烏陷村村民 因為不滿村委會私下賣地 當地人大選舉貪污 9月21日圍攻村委會 毀壞警車 上個月 幾千個村民遊行到市政府正作 爭取人權 反對獨裁 難得當局默許 謝派便衣公安監視 但上星期五 當局突然宣稱事件已經平息 又認定維權組織是非法 還拉了五個維權領導 其中一個懷疑已經被學年打死了 昨天四點 幾百個軍警入村再拉圍拳頭 村民用石頭環擊 幸好沒有人受傷 雙方對峙到早上九點 大湖嵌村已經被封鎖 可以出入 還斷水斷糧斷電 有村民怕會被當局迫害 希望外界關注事件 其實記者不能進入 這些是官方發出來的 防暴警察進入村的情況 但後來暫時都被趕出來 還是包圍的狀態 有些是官方狡獲的路障 村民設置 首先第一就是秋後算帳 秋後算帳 就是捉了五個去 其中一個死了 那個 摄錦波就是領頭 激留了三天 就說他那個叫做 深緣性絕死 他很輕的絕死 村民當然是老虎也不信 立即包圍村 因為知道那條村 一定會撲出來示威 封了村 村民發聲明說 希望海外的僑胞可以花旅聲 去支持他 這樣假如皇上和蒂敏都應該回去 有玉敏皇上和泰國 泰王也有潮州血統 這就是 電視都開始收不到 上網又上不到 所以就封鎖了 新聞封鎖了 第二件事順帶說一說 就是潮傘的機場 忽然之間又OK了 原來補回手續 原來填過表 變魔術 簡直是玩 幸好我們的地鐵也是不給客人 就是亂來的 因為無限期 無限期各支 現在原來要補回手術 其實到最後 我那天跟我朋友說 不怕 我們一定會弄得到 因為用了280億 中國銀行就會撲出來幫忙 你知道嗎 大陸起建議是先斬喉袖 可能這次環保局炸贏 現在可能是深刻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就擺平了 給錢囉,給得夠大塊錢,就開發 到最後就是權力,大家講數,是錢,大陸是沒有東西不能搞定的 結果就證明給大家看,機場用了280億之後 結果真的沒有東西不能搞定,結果就立即有 是不是儀器呢? 可能是十幾十年後,附近的耕地全部不能用 到時候官員都走了,關人忍蝕 講講港台 港台今天資訊科技及廣播委員會開會 叫了吳智森、周庸去,給一些立法會議員問 但問來問去都問不著,行禮如宜地問一下 我就看不到什麼新的發展出來 阿近你有沒有聽到過程? 沒有什麼特別,但沒有什麼特別 一定問不到問題 其實可能最有趣的是劉慧卿和毓民互相在言語間互相暗傳對方 劉慧卿說,我做節目當然不可以有你講,沒有人講 一起講,聽不到 毓民是暗傳,毓民說,你講完了吧,你排隊再講 然後阿士那件事又沒事了,因為管理層沒有去,他都迫不到管理層去 只是港管局的何寶謙回答問題 那就是,我看看這個,以後不用再幫港台,我一向的主張都是不用的 劉慧卿說,梁家榮很明顯是出賣了這些人,為了公務員的利益,凌駕一切 那就是,香港的地鐵車廂呢,很嚴重 原來那個高度出了問題,現在又無限期停駛 應該是說,他試驗了他不行了,即是他現在是試駛 不是停駛他做,現在是試駛完畢了 達都說成功了 成功試驗了他失伏的車 即是成功試驗了,不用得那輛車 我不是很明白為何那輛車會高了 為何香港也會學到大陸的東西呢? 你驗修的時候沒有量度的嗎? 或者你是不是... 第一天一埋站,你就覺得他跟月台的高低有點不同嗎? 要走到哪個站才知道的嗎? 上次應該說是衝入採用站的 我不明白,因為我做過地鐵月台 我做過地鐵月台的,九龍站,奧林匹克站 幾個月台都是我做的 雲石嗎? 對,雲石很嚴謹的 散靜電,散什麼高度 是非常嚴謹的,17000個 checking process 即是高度怎麼會不對呢?我真的完全不理解 高度不對,其實洗過的時候也有事 是啊,車會高了,我真的不明白 車輪是這麼多,原理上是避震有問題 但是避震,怎樣可以過到驗修呢? 這個真的是很奇怪的 香港都大陸化了 即是訂了十價,十一億,這次怎麼辦呢? 要拍訂了 拍訂了 改吧?這個很困難 哈哈哈哈 我上一些討論區說話 那個其實呢 即是某些配件 因為它行駛的時候 出了一些錯誤 令某些配件 令到它好像彈弓彈起了 所以高度才不對 一定是避震出的問題 即是其實 那個高度會不對 即是這個 這樣也好 即是不走就比走 不過香港有段時期不夠車而已 即是這樣變嬌 哈哈哈哈 逼一點 好過有意外 是 我們還有哪裏有條片呢? 還有條片是 港北新界出現了一些簡體字的故事 是 看看吧 警告牌變簡體 公安化 無眼看啊 爺爺,這裡有 那裡又有啊 吳港牙還以為回到內地啊 這些警告牌由警務署發出 只有簡體字 附近有沒有繁體對照 香港人真是未必個個懂得看的 不是很掛揚 要適應的 可不可以讀整個句出來的 行人路上 搭單車會被檢控 即如果它列得普通話 我覺得應該要英文 繁體字也要有 即是香港我覺得這個地方 講真不是看得慣的 學校都是用繁體字 但簡體字 會不會很慣 有市民質質疑 警隊埋向公安法 我們向警方查詢 對方書面回覆的時候 答非所問 只是說警告牌是應地區人士要求加的 但就沒有說為什麼用簡體了 陰陰濕濕地做了一些見得光的事情 如果它真的派到部署 用簡體字來入侵公共告示 所以它可以提供這些地方 百分造成 假設香港人 即使使用繁體字 所以就不用擔心繁體字版本 是危險的 陳雲仲說 這些警告牌有歧視成份 好像內地人才會犯 亦都有區議員擔心 政府搞去繁體字行動 可能20年後 繁體字就會變成香港另一個集體會議了 那就是那個問題 我告訴你 第一就是 誰授權這樣做的呢 值得懷疑 這是不會研究的 香港 第一個 中文告示 一定是繁體字 最多在那些多大陸人的地方 你就加一個簡體字在下面 因為你絕對是service 香港人為主 而香港的教育 全部都是繁體字 而當你只有一個通告一刻 你就不能夠是簡體字 這個情況 大家一想到就會說 是不是多數是大陸人繁 所以遷就他們用簡體字 陳雲仲說 就是歧視成份 但沒理由警察那些人自己 印這些簡體字的路牌 有人授權才可以這樣做 這些有standing instruction 我覺得真的非常奇怪 第二當然 你從陰謀論來說 是不是越來越多簡體字 讓你們習慣了 終有一天 香港就廢除繁體字 用簡體字 沒有那麼大陰謀吧 我們又要捍衛繁體字了 那是不是要捍衛繁體字 要拆掉那些簡體字的告示牌 轉為繁體字 民間 是的 那就是 當然 我覺得繁體字 我講了很多次 在這裏 繁體字 是合理很多的 如果你十年前問我 我還是不能夠很確實地回答你 現在我絕對認為 簡體字 是錯誤來的 但是 十三億人用了那麼久 你又回不了頭 暫時是 所以要很長時間才能回頭 那你說要繁體字的人學簡體字 好像比較容易 要繁體字的人學繁體字 就可能學半世了 是啊 要他們學繁體字就很嚴重 我們很快就能猜到那個簡體字 是啊 但從這個 就像以前陸書 即是創造文字 簡體字都是違反的 失去這些原意 所以 我們香港人當然是捍衛正體字 簡體字對有書者困難的人比較好學 就是這個 到最後來說 就不是這樣 即是並沒有這樣的 簡體字都會反轉寫的 即是讀寫障礙那些 即是把兩邊 兩邊反轉了 把草花豆寫在下面的 但我覺得他有時候的簡體字是難明些 即是你有時候好像有些字 同音字 即是他有時候 會 即是好像一個幹字 即是你會有時候 即是你會分不出 即是你看到那個幹字 即是有時候是樹幹的幹 或者是幹部的幹 即是動詞 即是 反而在理解上會難一點 我覺得簡體字 我解釋給大家聽 即是字 我覺得 為何簡體字最後完全不合理 字 的寫法 是一個evolution 它 是盡量可以簡單的時候 它就會簡單 其實是 因為寫麻煩 其實 早期的字 多數是簡化的 由大算 小算 遞書 你是陸續在簡化 簡化到極書之後 它突然不再簡化 為什麼呢 因為不可以再簡化 不可以再簡化 因為再簡化 同音 異議太多了 要估計是很辛苦 反而是不合理 其實 中文字有一個好處 在recognition方面 是比英文快 例如做路標 一張照片 因為它是圖畫 是一個圖畫來的 是影像思維 不是拼音 而不是要想一想 拼音出來 讓它想到意義 你現在這樣 就失去中文字的優點了 其實就是這樣 而簡化 太多了 就是Marco那個 是非常好笑的例子 就是肝和肝 其實都是這個肝 都是三滑那個 這個實在是太嚴重了 所以你用很多時間 很多時候 就要估計那些含義 尤其是複雜一點 不常見一點的東西 尤其是嚴重的話 如果全篇寫完簡體字的話 古文或者古詩詞 要估計 是相當難的 學起來是更困難的 有些人說 草書是更簡化一點嗎 還是草書和太書的歷史 草書是不能夠用在一場 是書法的 是的 是書法的 就是這樣 日常作為功能性的字 是到楷書而止 就是這樣 這個草書 其實等於 我們有些行業 都會作出一些特別的字 那個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寫出來是漂亮的 大多數人是看不到的 等於當譜 就是有他的那種寫法 特意讓你猜不到他寫了什麼字 你明白嗎 其實他的意義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好了 講講的事 就是這樣 後來簡化 都已經回復了問題 就是這個 這個 說學簡體字比較容易 其實是 並沒有根據 科學上 其實當年他們創作簡體字 就是說 節省時間 不是 當初的原因 其中有一件事 就是說 你寫簡體字比較快一點 而且學比較容易 現在呢 但是問題呢 電腦嘛 全部是電腦 按是按兩個Key 有什麼分別 你拼音好 蒼揭好 當初 中文簡化是在過渡的 最終目的是想拉丁化 想拉丁化的 想字母的 大家都有聽過 我講過 為什麼字母是不可行的 如果這樣你不如拼吧 就是這樣 拼是不可行的 中文字 大家講講的 特別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音比較少 中文32個音 是世界上第二小的主音語言 最少的是日本 所以日本呢 他用拼音字 是要加上日文 加上漢字 加上漢字 嗯 嗯 那就是這個 不是 那時候的語言專家 全部主張是這樣的 但結果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個錯誤 但是那件事情 所以 為什麼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很容易都是錯誤呢 如果你說民意去推行 就推行不了 是共產黨那麼獨裁的政府 就可以推行 如果不是一個那麼獨裁的政府 去到民間 民間就會抵抗 你改成一套文字系統 當然是跟你死過 要重新學過 是啊 那不是現在大陸很多招牌 都開始用繁體字 是啊 第一 就是我都說 你要古意義 第二 簡體字實在是難題 實在是醜陋的文字 美感上是差很遠 更加不要講書法 那些 其實當然不是老毛推出先的 其實當時民國的時候 甚至是清末 已經有很多言語學家 是主張 拋棄中國文字 就是拉丁化 以及作了一種國際文字出來 這個 重新創作了一種國際文字出來 其實他們是不了解的 他們是錯的 但是老長是沒有力去推行的 一定是要毛澤東這麼厲害的人 就是強制全國人轉大 要不然你是不能轉的 今天的事升 大家都知道 就似乎覺得 這個 歐盟那裏 是有了一些進機 雖然就是 英國翻了面 是啊 英國做醜人 英國醜人 不肯改那條約 我不知道 其實歐盟改什麼呢 就要所有人簽紙 如果英國怎麼都不簽 那條款是不能改的 是沒有分 歐盟和歐羅區 沒有兩個條約 就是所有東西都管了 改一個constitution 是要英國同意的 現在英國反了面 第二 他們覺得 起碼作出了一些承諾 第一 就是說 將會用強硬措施 對這個 這個budget 是有這個大 某個deficit的人 這個是非常重要 如果這件事不能夠執行 歐羅必定解體 歐羅必定解體 這件事 現在就在德國的主導之下 強行去推行這件事 第二 就是那些國家 以前 為什麼要那些國家 遵守這個預算赤字 然後歐羅才能夠保持 就是因為那些國家 以前不守這個紀律 包括德國在內 都是不守的 但是 現在我可以津貼你 令到你不破產 但是你以後不可以再爭 等於你有家人是爛賭的 幫你那些錢 對 你一定要戒賭 你知不知道 你不斬手指 這個是沒得搶 因為長範難顧 但經驗告訴我們 他也是會再賭 你沒了眼子 可不可以淘走英國 今天跌了11點 我沒有看過市 是 可不可以淘走英國 今天市跌了11點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太忙了 我正在說電影 英國呢 英國是不是肯自動退出歐盟 我覺得這個是 又是國內 其實英國加入歐盟 是經過全民投票的 公投的 公投的 即是不是議會說了就算了 這次如果要做做 要再做公投一次 如果歐羅解體 我們投資方面 應該怎麼做 市場大混亂 有時跌了 上證收報三年低位 其實呢 這個大陸是要不停放鬆銀根 證明市場 對於他們是不是reverse policy 信心是不夠的 這陣子上市的股票 應該都沒有什麼運行 是啊 結果是 我不知道 大幅我都一毛錢 其實我大幅拿得到 我也免得拿 周大叔 是啊 你有沒有投資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說 我們買得了 去過周大幅示威 沒有人知道的 我一毛錢都沒有 你不要說很容易被人踢爆 這些東西很容易被人踢爆 米高摩亞都被人踢爆 買道指成分股 被人笑回頭 之前就想像實賺一樣 35%實收到 現在都不知道 我覺得不是 他很容易跌穿底架 跌穿底架 然後再考慮 英國佬 其實英國佬 是不能離開歐洲的 因為跟歐洲的相互貿易很多 如果脫離歐盟 這件事是災難性的 但是現在是保守黨主政 他們一向是有餘歐的傳統 所以現在聲稱要不用收獻 我覺得我一點點不驚訝 但是 這次那個 已經說明 其實這件事我不同意了 這是聯合政府 說幾句樓市 其實樓市 曾俊華出來說完 可能會放寬之後 政府就說 不是的 曾俊華出來 曾俊華出來 即是保惡 怕人誤會 搞到現在樓市 又不知道怎樣 香港樓市 我覺得香港樓市 都是先淡 但是不是真的跌下去 我也覺得 不是太容易跌下去 但是租值 還在升 沒有跌過 我出去看樓市就知道 黑道唐三樓 六千元一百八十呎租 六千元一百八十呎租 他們說已經算便宜了 有些一萬的也有 如果不是唐樓 拓房有事 其實之前我認識過 租市是瘋得怎樣 繼續都是沒有人 反而那些人不賣 可能放租 不怕 香港因為收縮了借貸很久 有些大陸人 因為大陸在收銀金要離開 香港人很少 不能夠支持 借錢的比率是非常低 而且香港人 有錢的人累積了很多錢 就是這樣 A股狂跌 迫放水 但是我覺得大陸是 非放水不可 我們有些沙發可以在人網裡睡 如果晚上做事 這個最省地 還有浴缸 還有花灑可以洗澡 有個櫃給你擺衣服 真的 省下兩個月租 先 叫了皇上的所有 回來睡 大家在這裡 可能會變成員工宿舍 變成員工宿舍 我們在這裡送票 哈哈 哈哈 我們叫所有人來這裡登記 於是就在這裡選區議員 不要搞 我們這邊是鍾嘉敏 旁邊馬路是鄭琴淵 哈哈 我們這些人民力量水民力量 背景中票 實在是第一個拘捕的 哈哈 不是的 這裡是有花灑洗澡的 就是這樣 不要說你這麼恐怖的事 但網友都問我有沒有熱水 有沒有熱水 有沒有熱水 我真的不知道 你還沒沖過嗎 你還沒用過 我還沒沖過 人網劏房 其實我們如果劏房 劏房 劏一層租租給人 有得賺 有得賺 你看看 六千元 六千元就厲害 我問一下南洋 我的朋友 陳華 那個茅敦華 他是做這個 現在租了那時候 有骨氣 南洋 做飯船 並什麼意思 他說那裡的小房 廣東 是爆了 那些大陸客人做 是嗎 是啊 這麼好生意 我神經病 一千五至二千元 二千元如果早兩年我住 那些四星五星都可以 二千元 是啊 多嚴重 那人網改造酒店 不如陳神殿 我昨晚跟他吃飯 跟劉家豪兩公伙吃飯 其實他三月過NOW 可以請他上來接受訪問 你有沒有必要請他上來接受訪問 祖朝天 那陳志雲可不可以解封呢 你跟TVB有仇怨 跟志雲沒什麼仇怨 是啊 可以跟陳志雲談談 愛明派 愛明派 天咀為酒店都要兩千 神經病 劉家豪說他很不順 其實是不走不行 TVB做事太過不公道 還有麥當傑 他四年他的劇集都是冠軍 而是不支持他的 支持那些不停輸的人 你知道嗎 這四年他的劇集都是TVB的收視率冠軍 已經是連續四年了 現在LOW又拍劇了 他又去LOW拍劇了 余永山回TVB 麥當傑就說 王上的估計是錯誤的 TVB必有一千人做事 TVB只有五百人做事 他有聽到 其他人就是阻礙他們做事 阻礙他們做事 明早告訴大家 TVB不一千人做事 一千人阻礙人做事 而這次沽寒到 今次都叫了所有好的編劇 所有好的導演 所有燈光攝影師的剪片都叫走了 王維基 這次就麻煩了 他們請了一些人回來 原來做剪片那些做了幾年 做副導演 都是八九千元的工資 出萬二元無線都說出不起 靖遠不請的 你說真是多混蛋 什麼聲音 我沒有說粗口 還要去到將軍澳上班 多嚴重 你做了 真的是 阿氏工資比他更好 時間差不多了 OK 香港人網敢講自豪聽 你只要二便槍狂 這麼快就完 什麼踢球不是踢九十分鐘的嗎 只有一個小時 怎麼適合 不用這麼粗 十二月九號 波靜北分會加時作賽 由十點陪你聊波 聊足個半小時 聽說節目中 還有新環節 聽完節目有些我 大角追的靚波王 正宗豬骨煲 新鮮手切肥牛 和優質新鮮沙鳥 健康又好吃 還有波體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hk 訂位啦 本店已採用MBS系統 萬物雙生雙黑